而受到疫情跟通膨冲击消费性电子 为了挽救销量 品牌选择靠拍照功能来增加亮点 纷纷也洗手了相机大厂 结合技术升级录影跟拍照功能 也消吸引消费者的目光 品牌自研V1 Plus影像晶片 镜头采蔡斯独有的镀膜技术 降低晶片反射 提供更好的成像效果 除了拍照之外 录影的功能也做了大幅的升级 像是这一次 它导入了所谓的地平线防守震模式 只要开启这个功能 开始录影 不管我往左转 往右转 各类型的翻转 最后的成像 它都会维持在一个地平线的状态 像是这样打开来 它不会跟着翻转 非常适合拿来拍摄毛小孩跟运动摄影 实际跟iPhone 12相比 同样旋转振动 X80能维持水平 这几年品牌找上蔡斯合作 在拍照录影上都有明显的突破 对手品牌也不遑多让 计划为下谱之后 光学大厂莱卡正式将与小米合作 除了将相机技术 更包含光学与外形设计 都将导入未来的新机当中 现在可能觉得口袋没有那么深 所以能有一个综合型的商品 以手机来讲其实是最好入手的 受到疫情通膨的影响 冲击消费性电子 手机卖不动 纷纷找相机厂结盟 增添新机亮点 靠拍照来挽救销量 再继续追求梦想台北道